道德三皇五弟 功名下头商周 五霸七雄闹春秋 清赫新王拓手 青石几行名姓 北芒五树荒秋 前人播种 后人收 说是龙周 鼓动 这个地方一般不难 我还跳眼了 刚才我们这个 小同学乍雅信 坐头一排正中间 穿这个艺术这位 刚才跟我说着 他什么时候拼训 我不要拼 没关系 我没有你说 过去人来说说评书 早些年 真正的评书大事 那会儿有的事 现在来说 真正好的评书演员 我个人认为 近乎没有 拿袁过程 袁先生来说 他属于上个世纪 他不属于这个世纪的 清书名下 他是上个世纪 而且人家解放前 当初在关拜他的父辈 叔叔大爷连他父亲 袁世三节 那会儿就已经是 洪峰大江南北了 能量非常大 连过如先生 北京有名了 当初说三国最有名的 有这么三位吗 袁三国 连三国 江三国 江三国就是天津的江存瑞先生 也去世了 过去 那说评书 最早的时候 在上世纪初 有这么一位评书 大家 姓爽 叫爽后平 爽呢 两个右 这爽 百家条 念爽 爽后平 爽先生 那会儿在北京城 爽先生 跟 江运的刘宝全 五界大王 京剧界的谭心培 这老三位 号称北京 整个文艺界的三角 就不是说 他们在各自的这领域 说爽后平 在评书领域 这刘宝全 在大股领域 不是 所有的文艺作品 全算在内 你是唱戏的 说书的 打打是卖艺的 说相声的 唱大股的 全部算在内 这三个八头们 爽先生 那会儿说评书 好好聊的 他说一段 那会儿比方说 说水谷乱 你哪位 咱说在座 各位不知道 水谷乱这幅 不知道这幅 太少了 水谷乱四大名著 都是名扣 你说这个地方 我跟你留一个书扣 就是这个悬念的 你明天来不来 我回去翻本书 后面怎么回事 这个朝天王被谁杀的 卢自义 有个人士能公 卢自义 这幅我有 就比方说 类似这种情节 他怎么回事 你拿书一翻全吃了 可为什么还听 小仙仙就出过正名 刚才他一说这个 他要军训 我相信 双先生来的 当初 双先生说评书 那会儿 也是小书馆了 坐过二三十人 当然他那个书馆 始终是满的 一坐好 二三十人能 站出去五六十 爬到窗口 棚在外边 这是要杯茶 手端着就听着书 他说书说的好 在这个 他说书固定有这么一个地方 比方说吧 右手边 有这么一个 单独的一个雅座 常年来这儿 有一个人包着 谁呢 一个做买卖的商人 五千 来这儿听书 跟这个茶馆老板商量好了 只是双先生在这儿说书 不管早晚 不管是哪天 不管什么时候 他在什么场口上 这个座位你得给我留着 你人买再多 这座必须是空着的 我不来 不来 我把钱送来 所以说书固定书 不来 高业 我说这个 我瞧一眼 过去真有什么办 不来行 我真的漂亮送来 来着之后 我随时进来 又做买卖 忙啊 大生意不定什么时候 这得跟客户 得洽谈 马上就得走 没会儿停一半 留一书 说可惜了 这天听一书 听什么呢 狮子楼 回虎传狮子楼 窦庆 武松怒杀新闻庆 整个说的热闹的地方 什么地儿 武松上狮子楼 把潘进来人头望着 一放 抬腿一脚 把新闻庆楼上踹下来 这会儿武松随着楼上下来 举起刀来 要刀劈 新闻庆 这儿留一口 看哪里 没拍过 就说这儿留一口 要刀劈新闻庆 多好的清洁 说到这儿 双先生站起来 一举功 扭头 回后台 下面换双先生一徒弟 说两句 待会儿双先生休息一下 他再说下 那老板子站起来 进后台 跟双先生一道辛苦 双先生一心 别客气 老来 经常看见一圈 不舒服 什么事 长年包容 那时候 花钱不少 哎 赢档 赢档 交朋友 交朋友 是 不是给开道啊 你这 停我 我 我 跟双先生 跟双先生商量点事 怎么呢 明天啊 我坐满天 奔一趟南方 上那个 宜兴啊 办个这个 自杀器 那边 出这 这一趟 可能走了 半个月 十四五天 这件书说的是 太好 求您一件事 就不接受您这个 我兄弟的刀 已经举起来了 就一样 我头回来之前 心情别死 您看 行 我 我多花点钱啊 您说要多少钱 我给多少钱 不要紧 自这个价钱 我能接受 你不说 帮我买卖端过去 那就行 放钱 琢磨琢磨 你什么时候回来 十五天 这座 是不是还给你控制呢 是啊 这十五天我保证消息 您懂 十五天过去 这一天这老板回来 进来之后 双先生坐着 先喝着茶 他跟这这茶座 我们聊着天 跟朋友聊着 有老关上进来 他说 您那韭菜茶都不错 您的韭菜好 老上人家吃 一打招 至于开头 这老板回来 一打招 一摔醒 上回书 正说到 狮子楼斗庆 武松把这把刀举起来 这老板做得都傻了 把那个门头 有东西伙计 过去 说黑话 这叫撂包的伙计 撂包的伙计 这伙计的 眼睛手快 那心里快点亮 什么事儿 什么人都能硬住 把这伙计叫 老板您添啥水 这半个月 双先生开术 眼睛 开术 开术说上去 又乱 哦 昨漫天没明白 可能有道扎比 今儿也回书 说完了 西伯庆也死了 等后台找双先生 双先生 给您请教一声 这半个月 您没听了 没听 天天也 天天说 您说什么 说狮子楼 这狮子楼 您刀都举起来了 这西伯庆怎么不死 你没听听 我说的是狮子楼 怎么个狮子楼 我给大伙讲 这狮子楼 你怎么干 所以讲了十五天 按理说 这个 不好 其实这种习惯 这叫什么 不给书听 可是这十五天 他这个地方 不单说人不少 那个书座 比以往全都 来头什么人呢 全北京的 搞建筑的 木匠 马匠 竹匠 编棚的棚 全都来了 当时整是夏天 七月份的连雨天 这个北京城过去 好像民房 雾接着 一下子都塌 有那个 那那个 这个 你俩将 坐屋里边 喝啥 让梅 一看下雨就没 你知道这雨后 这什么一火 喝啥 九天火 哗哗 后街的放倒了 孩子进来了 后街的放倒了 不着急 给我打酒去 待会儿听着 西街上哗哗 房子梦 孩子进来了 啊 西街上走 不着急 不着急 没着没着没着 两天哗哗 自己家 蹦 不着急 这不着急 全城的泥瓦匠都聚到这儿 所有房子他找不着木匠 找不着瓦匠 找他在哪儿呢 全在双先生这儿听书的 有个那么六十多岁的老木匠站起来跟双先生做双先生啊 我干木匠干了五十多年了 打小跟着我夫妻学 我都不知道我们这行里有这么些事 这叫说书 咱说 说书 我们没这能耐 你听刚才投了我们这个师弟姬后部 小鸡 我们都是称呼的小鸡 小鸡同志 咱说这个 毕竟这个学历高啊 跟我们这个就不一样 说的多好 前面是跟讲课似的 这没有说什么 人家肚囊观察 知了的东西确实多 披着飘飘在里 但是他有点不长 这块饧子是我借给他的 他在台上大放厥词 不要紧 各位望后听 今儿我得把他说死 对不起 我们是双先生先生 书接昨天 今儿个我可能稍微落点碗 因为什么呢 毕竟这个两个星期啊 这要不说您各位再来 我看今天有老观众 有新观众 简单几句话 把昨天内容 往下我得多说一点 这两星期过去 我恐怕 甭说您各位记不住 我都记不住 我说的呢 再来 我得把这一整坨子 我们管这一段落 叫一坨子 我得把这一整坨子 给它说完 今天稍微落点碗 这个多说一点 你看这要我师父做的 说多说一点 别就得鼓掌 我做的 不嫌烦的啊 这个您就坐着听 要现在没事站着您走 那么跳起来不退 我一想这有信了 有信红 那么昨天正说到热闹之处 南战布州 这有一片泽国 代管这个地方的神仙呢 杨简 杨二郎 代管冠县这一块 现在的冠县 过去叫冠口 领着眉山路向 您常听这个太平歌词里边 白书传里边 这一句 眉山路向冠口杨二郎 为什么叫冠口杨二郎 他所封的这块地方 在冠口 就现在四川冠县 在他所属这地方呢 河里边有这么一条修炼的金龙 这条龙修炼万年 未得正果 太上老君有这么一个徒弟 九天缥缈的人 飘渺真人 渡化金龙 告诉这条龙 你现在修炼万年 没有什么德行 你现在没成正果 为什么 没有德行 没做过好事 把你这颗龙丹取出来 辅内从那颗龙丹 交给一个孝子 当地这个孝子姓平丹字明和 让他拿着出去行医 给你做好事 虽然说你没这颗丹 你这个躯体不保 但是三年过去 如果功德已满 我有一个方法让你戒尸还魂 怎么戒尸还魂呢 当时飘飘跟人可没说 实际上说了平和的无乐意 戒平和的尸还魂 平和拿这四处行医 做好事 早前他母亲呢 双母失明 先拿这至他母亲 之后要什么有什么 这颗猪子太好了 修炼万年 外出行医 走到哪 有穷人呢 还周记人家居下 家里缺什么东西 对着猪子默念 一念咒语 要什么有什么 还周记周记人家 人家问他 您这猪子怎么来的 平和呀 这孩子心眼是十生 十六七岁一孩子 告诉人家怎么回事 这时候当初我一神仙给我 救我母亲 我母亲双母失明 现在我拿着 替那个老龙爷 给处理积德 好 您这个功德无量 谁又夸 咱说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 传来传去 灌口这儿 有这么一个当地的长官 一个当官 姓毛丹子明 古人送一号 叫孝面虎 孝面虎家里 有一个闺女 封颠之闹 妖魔腐蹄 她这闺女呢 得病 想请这平和过来 逼着毛骨啊 把这猪子我就抢过来 她媳妇也得出炉 这个不行 平和在这一代名声太大 你不能抢 花钱跟她买 把这病治好了之后 九七言间一说话 我这个多花点钱 咱们不说买您的 赏给我呢 我玩两天 平和说不行 三说两说 一语不和 当时平和把这桌子一桌 一桌桌子好 那毛骨是当官的 家里使徒换卑 家乡要龙不少 乌拉超一样 就围住 那意思 抢下来 就抢这颗桌子 这平和 看着毛骨 自己没办法 这个凡人 凡夫俗子 我没有发暑 我但凡有老老爷 那点本事 我不能让你这么欺负 心里话说 今天我把这颗珠子 我都昏了 我都不能给你 往嘴里 放本楼一声 咽着去 这咽着去 咽着了 怎么 那是龙当 担入人父 这条人 当时老龙爷 借尸还魂 就这么还一魂 脸的事都变了 傻慌 傻慌 两个眼珠子 瞪着跟灯泡一样 嗡嗡一嗓子 周围所有人 全趴下 扭头的平和 就跑出去 没能敢拦 蹬蹬蹬 跑回家里边 往母亲跟前一跪 说你想哪 还要对不起 这颗珠子 让我给吞 毛骨要跟我 抢这颗珠子 怎么怎么回事 一说 老太这一叹气 儿啊 你吞这颗珠子 不要嫌 这珠子这是龙的东西 你吞了 你是不是得变成龙呢 刚说完这话 实现了 这平和 真变成龙了 一跳房顶出去 出去可走不远 一头一上 自己变成龙了 知道 心说这好 怎么 我这会儿有法术了 我是龙了 扭回头去 我收拾这毛骨 想回头 他一方面 想回头找毛骨 另一方面 他舍不得自己娘亲呢 在这个房顶上旋着 离这地面可不太远 书中暗表 平和刚变成龙 他对这个生活习性 各方面不太了解 他要一翻身 就这么一转身了 整个罐头两千余里 全部变成光阳大碍 连他母亲在内 全都被水淹了 他不知道 一股头 昨天正说到这儿 正在这个时候 回头了 要回头了 还有个要字 要回头了 二郎神 在二郎真军庙里边 这儿正打坐参禅 忽然心血涌动 这块两千余里 什么事情 他全知道 这儿怎么怎么回事 哪家不合 哪家吵架 哎呀 我说观众走了 其实他都知道 你知道吗 心血涌动 当时 掐绝念咒 生活不好 怎么 在我这一代有这么一张修炼万年的龙 他要现行 这张龙在这修炼万年 他知道不知道 知道 可是这龙没干过坏事 二郎神没管他 今天一看怎么着 要翻身 别人翻身就算了 你翻身 我这片地方 灌口这地儿 这是我的封地 两千余里发大嘴 玉帝怪对下来 这事怪谁 当时吊鸡梅山入下 这两黄金律师 各路的公草 手里低着这三尖两刃刀 有大妙容就出来了 正在要翻身这一瞬间 二郎神头上就这么一道斩子剑 这斩子剑往两边一分 这颗灰幕就睁开了 拿手一直呆 贺一声灭龙 休得猖狂 说是识那是怪过来 喷一把口 就把这龙鸡向前撕开了 当时平和动了 这怎么回事呢 压着把这质多难受呢 想回头快过去 二郎神手里低着三尖两刀 道姓刀红 那意思这刀往下一落 这龙脑袋就切下来了 正在这时候 飘飘真人来了 拿这浮尘一百五两祖 一声佛号 真君 真君啊 不是那个叫气 叫这二郎神 二郎真君呢 真君 修要动手 拼到 住相 有礼 而老师这刀就在这摆着 这pose啊 想照相的赶紧 就这一刀就摆着抬头一看 啊 谁 飘飘真人 王子 你看 认了一下 怎么这是掐上老君徒的 这事臣现在 这得敬三分 不是刀头往后一背 你不能让上下 你说说没有让上下 这手还掐着龙鸡啊 上前 仔细一看 哦飘飘真人 真人来到此处有何功啊 二郎神 咱且心路 这个龙今天现行飞跃跌势 有乃人欺负他 贫道与此灭处有一段因果之缘 你把它交给我处理 日后我对二郎神您定我答复 这事交给我吧 我跟他有因果之缘 你看 这就是神仙跟凡人的区别 咱说这个八仙 八仙是老百姓标榜起来 跟他们一群神仙 也就是说凡人也能成仙 可这个神仙 咱们说跟人有什么区别 跟他凡人 过去来说佛家讲成这个 菩萨 跟凡人有什么区别 菩萨为因 凡人为多 为当怕想 为多怕也 菩萨为因 这个事没有出来 这个时候有这么一档子事 一段因果关系没出来 菩萨一看这事情这开头 我就知道这结尾怎么回事 不能这么办 菩萨为因 打这把这恶念就断了 这叫菩萨 菩萨为果 刚开始的时候也知道 这个不好 将来可能这个 要出货 当时不小 有这个 真是 马后炮 是否猪亮 是嫌猪一样 是谁我就甭说了 一出事 哎 叹气 老板看这孩子小心点 老板得退休 Repee 嫌猪一 有的事就没法说 我没说是谁啊 不要往白出下 就说这个菩萨为因 凡人为国 我跟这叶柱有一段因果之缘 你们就交给我吧 好吧 二王神领着众家神将回府 飘飘人人 过来一接这龙鸡脚 他就搬住了 告诉平夺 聂处 别翻身 你要翻身 连你母亲的性命可都没有了 为什么 你离地面太近了 超低功飞行师 那么你是龙吗 休息都看过 龙了也打仨地面 下场雨 要五分水吗 不用那么一回 你不能随便动它 跟着我走 一片火 骑到这龙鸡脚 带着龙鸡 飞下来 飞到哪儿 一直飞到当初 取龙丹那棵大柳树旁边 就在河上的一盘旋 飘渺真人 站在半身空朝河中典职 河中涅龙 还不出来 你等待何时 刚说完这句话 游打水里边 哗哨哑 一条龙影 你就飞出来了 跟手里这条平和画的龙一模一样 可是一个影子 游影无形 半透明的 这飘飘真人 左手攥着龙鸡脚 右手一抄这影子 照着龙脑袋上 啪啪啪 就这么三下 两条龙宛若救失 忽悠一下 人龙合一 告诉平和 你在此处好生修炼 将来必有一段阴谋 现在往后算再修炼五十年 你就可上得天平 受玉帝封赏 那时节 这天底下所有的四海龙种 皆归尼管 所有的龙种 那么这个平和 后来是谁呢 这点得给您说清楚了 我们这个书不好说 在什么地方 前面积口 说这么哪吒闹海 他里边提了两个龙王爷 这四海龙王爷 奥管奥顺 那两名我没记住 为什么 因为我这书里 暂时还没有奥管奥顺 再往后说个四五回 这二位就该出声了 奥管奥顺 是我说的这条龙的俩儿子 哎呦 我这个心情真痛快 哎 这是真的 听不懂 这条龙子 这条龙 王夏夫人圈 还有条母子 就是他妈 我都得说出来 怎么回事 奥管奥顺 后来刚出生 天外里后边 跟棒筋斗法 这边做道场的时候 奥管奥顺 在旁边观察道路 那边都排出账号 四海龙王爷 天下所有龙种 谁翻语的 都是平和后代 姓平 吴姓敖 姓敖子 后来 御地风就姓敖 之前姓平 这三人 告诉这个平和 就在此处修炼 平和一听这话 说不出是高兴了 还是难过 真难过 难过什么呀 一挥这龙脑袋 这会儿高充了 就不怕 一挥这龙脑袋 往自己家下方向 一看 舍不得老娘 抬头一看 飘脑真人 先讲 我在此处修炼 那我老娘 何人照顾 您听听 孝子了 说书就是这特点 劝您想善 不敢说教您学好 劝您想善 我说这书 明天呢 昨天打着说 平和 孝德 高老师说这书 包公 把包公立起来 忠诚 说书无非 我们标榜的 就是忠诚孝德 绝不能将您学坏 你照顾 我说你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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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书有好事就在这 我母亲谁照顾 这个你不用担心 因为你在此处 修行三年 你做的好事太多了 所有的接望邻居 都得帮你照顾 而且百年之后 你母亲下辈子 偷胎转世 是个大富大贵之家 哎 弱邪先长一番眉 说到这儿 这条龙 两眼可就落了来了 叭叭叭叭 两眼泪落到地上 就在这河边 煞时间变成两片海滩 现在四川 还有这个地名叫望洋滩 这条河后来更换了 很多个名字 最早叫望洋河 依这河滩叫 现在您去望洋滩 这个地方有 我不知道哪个是四川的 没有最好 有有较真的 我们这儿没这个地方 我要命 我说书都饿死了 就估计说古地名望洋滩 现在应该还是教练地名 我查过去 平和进到水里边修炼 咱且不提 小秒真人驾翔云起来要回洞府 正要走的时候就在河边 打对面过了这么一块云彩 云头之上站立一位神仙 谁呀 这位是小秒真人的一个师哥 火龙真人 也是太上老君的徒弟 这师兄那儿一句面 也互相交谈一下 哎呦师兄 怎么着师弟辛苦 见面倒幸福 毕竟有师父 太上老君徒弟 什么师弟辛苦 你那桩公案了解了吗 什么公案 就这平和 这事了解了吗 了解了 已经坏了 这个现在在这儿 收封赏了 好好好 得了我该走了 师哥您这上哪去 嗨 你那条龙好歹那是个真龙嘛 我画的那条 就那母的 我画的那条龙 费点劲 怎么费劲呢 不是个龙呢 那条龙太上老君当年没报过 绳龙 怎么个绳龙 绳子变了 绳子变了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现在这个地方叫乾塘江 早前年也叫乾塘江 乾塘江上下游中间这么一段 有这么一块水域 水浅滩基 这个地方行船呢 很困难 水比较浅 而且水流还非常急 你说在这个地方行船 当地有这么一个俗语 说有风七十里 叫如风七里路 这地方行船 你要顺着风 没有风的时候 有风的时候 这一向能干出七十里 就差距那么大 在这个地方 所以后来现在有这个地方的七里龙 三角不是一个龙嘛 这个地方七里龙 现在还有这个地名就在乾塘江那 在七里龙这上五年间呢 上五年间让他跟我说 上五年间 有人在这行船 到这儿风大浪急把这船给打翻了 船上有一条拉翻的这么一根绳子 这根草绳 那会儿还不知道怎么用这个编麻 到这绳子 没有了 草绳 这条绳子一直沉到这个河底 就在七里龙的底下 修炼几千年 他不过万年 这个道 修炼出龙体来了 你说是林甲 是鸡脚 虚然 胡子 什么全有 可唯独有一样 这条龙啊 没练出眼睛了 说再练眼睛最少两千年 一只眼睛一千年 你说这玩多贵 练这两只眼睛 还在这个地方 那火龙真人怎么知道 太上老军点话 就在这处里找去了 有个那么一天 火龙真人 跟两个在朝做官的宰官 一块做官 在朝做官 哪一朝呢 上完书我没说过朝代 这回就可以说了 怎么回事呢 这回已经有君王了 这位皇帝姚王 不成皇帝君王 姚王 姚顺宇啊 在姚王手下当差 两位宰官 跟着这神仙一块做官 你看这是 神仙没嫁 跟俩班人一块做官 当然这俩当官的 也没有嫁 那个年代当官的 都没嫁 现在 神仙想不能做官 绿皇大帝也不行 有录像我就不多说了 两天赶上六四 咱们不够活了 好可惜啊 这录像别传出去啊 我这枪毙子最后 昨天那也别传出去 还要不能让二队听见 能挑一遍 太好了 我都不得看着 跟这两个宰官坐船 打着狗 到七里龙这个地方 这条龙在河里边 一翻身跑 这船差一点都翻了 火龙真人当时 怒从心头起 这谁啊 何妨个孽术 敢在此处作恶 怎么 我是神仙 你敢在我面前猖狂 俩当官也不知道 我听说这就是闹 不知道闹什么 可能是闹妖精 哎 仙长 您不是有法术 您不如把本地的这个土蝶 居里 您问问 这地方这是什么妖怪 好 瞎绝念咒 一会儿功夫 土蝶来了 问这土蝶 这个河里边 这是一个什么妖怪 土蝶一般说 这可不是妖怪 这是一条龙 一条龙 它这个 有师父没有 没有 没有 这个 自生自命 海上 没有师父 海上 海上 春典 出去听见这么说话的 刘春兰 这都黑挂着的 你说这条龙在这修炼几千年 有个六七千年的道 他什么都修炼出来了 唯独没有眼睛 所以他看不见了 他在这里边一翻身的 往往有些个行传的 这个能吓人 他在此处也不曾刻意伤过人 你说故意害人 他没有 也就是平常一张嘴 吃点小鱼小虾呢 当然他那个吃饭量大一点 比郭河明的饭量上有限吧 一张嘴 您各位都知道那鲸鱼吗 就那海里那蓝鲸啊 虚鲸不是那虎鲸啊 虎鲸长牙齿 虚鲸有那个 前面有的板鲸跟竖子是 一张嘴 把这所有东西吸进去 甭管是鱼啊 虾啊 海藻啊 石油啊 石油啊 泄露 甭管是什么 我不是说 两七八糟 到这里 这是把水一排出去 拿这虚子一臂 所有东西咽到肚子 这条龙号 跟鲸鱼这般 一张都没有 周围这一片 所有鱼下全都没有 我们说鱼下 连条狗都看不见 这两边 就这么大饭 但是没有伤过人 只不就因为没眼睛 火龙真人是 恰之一算 这就是太上老君 说的那一条年龙 将来他能上天苗 受宗事 跟我这个师弟 缥缈之人 度化的那条龙 这有一段因缘 好 一白手让徒弟 不去 这俩当官都过来 怎么着 县长 您这为您出害的机会 就算来了 您这是县长 您得有点法朱 身上不得带个宝剑什么 神仙他出来 得夸宝剑 你看哪个神仙出来 第一个拉罢 魔兽 都带宝剑 过去讲 君子无剑不由 您身上有没有什么发气 宝剑之类的 就比如说 您把这条龙除去 我们作为当地的长官 按理来说 我们应该为您排骨解难 可是这个我们没有到 杀了他 他在这块过来百姓 我们出于这个考虑的角度 您是不是能动手 不能冲动 火龙真人摇摇头 这事不行 怎么呢 他在此处从没有伤害 也就是说 你说他有犯罪动机 但是他没有犯罪行为 从法律这个角度 我不能收拾 旁边哪官也去 从哪里 人家是神仙 这不能轻易 看杀戒 这人一眼 这位一琢磨 您是不是这顾虑的 不能看杀戒 您要是这个顾虑 好吧 您把您这保险交给我 我去骰 为您除害 火龙真人沉吟办傻 看看这俩当官 二位大爷 凡事皆有定处 有的时候操之过急 反而适得其反 这句话不太明白 怎么适得其反呢 你二人多有此胆量 有这胆量 好 说实话 打这袖宫里头 操着一把宝剑 这宝剑 不到一点上 挺短的 拿去 我戒在手里 这么点啊 咱们别玩笑 您这是哪吃完了冰糕啊 您这个 把故事给我留下 太短了 这我怎么删 好 他站住我脚 我往哪个探望都抱不着他 先人所练之处 可大可选 这个戒 九天玄女练 天顿之法 你要长 长级三千里 要短 吞凶 拿着杀 可没错 可后果自作啊 你杀完之后 他不一定死不死 因为我不知道 这条龙现在什么道法 那是他没眼睛 还这么大道法呢 这要修炼出眼睛 他更上不了了 咱们得杀 赶紧赶紧 我陷进 把这剑接过来 来到船边了 扶这船杆盖往下一看 在哪边这个 你看体上 你看每片的鱼勺 他在哪 他所道之处 鱼虾呢 这间接必获 不能往这跟前凑 你看这地方 这地方鱼虾倒出去 看来 水里 动他动他来 招准着这剑望下 出头一出 这颗剑可就飞出去 到水里 那么一扎 水花望起 一掀就看这龙脑 然后又一下 从水里望弯一翻 抬头一看 这俩当官的遗忘怎么呢 土地骗了 怎么了 不说这龙没眼睛吗 我看他怎么瞪我了 你看 这什么意思 点头了 点头了 一看这条龙脑袋探出水面 冲着船 啪啪啪啪 三点头一翻身 这龙回去了 火龙真一座把把宝剑收回袖内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 那俩干官的背头 我说真人 您笑什么呀 你二人了却他两千年的道 这话怎么讲 他确实没眼睛 你这一剑下去 把他那眼睛给扎出来 人家也不合情理 一剑下去一个眼 他这么俩眼 你分怎么扎 你分怎么扎 哈哈哈哈 横着 这边进去那边出来 那个两只眼睛不正好一对呢 你看 不得歪的 你稍微手劲偏一点 眼睛这么多样 哈哈哈哈 这往来啊 就点一个这么一天 你真是 弄跑回过来 说出的有馅 哈哈哈哈 说这意思啊 过去这个说评书有这个讲究 厌语五官 说多少 一百多块肌肉全部归中 现在回这时候 这太棒了 二人转还保留了这个技巧 呃 杨沟平坏 还有这老先生在室 叫什么我忘了 还保留这技巧 脸上说动 不是动的 你说动脸上 比如说左脸不动 右脸动这个 这儿头不是一块动 来往啊 说有的这个左脸 左右脸都不动 动哪动人 动 我不是拿去催啊 不是 不知道 就靠这肌肉精卵 这肌肉在桌 来不了 耳朵动 包括这个头上 学着机关头皮动 这个难度太大了 咱学不了这时候 为什么说书不好说呢 就在这儿 说这个一箭下去 你把这条龙刺出两只眼就了 那么这条龙按理来说 刚才三点头又是在感谢你 这这个没关系啊 这会儿这牙甩了手了啊 这火龙真人站在船上 冲着水里边一颠手 脸龙出来大话 这条龙呼拉一下 飞过来 往这一趴 修炼多少年不会说话 它跟平和无一样 平和投着人胎才会说的话 修炼一万多年 什么都有 唯独这说话 语言呢 这是人类唯一的特技 人类跟动物有什么区别 咱们有语言 咱们会说话 说话是艺术 说评书这叫艺术 外国人那就不说了 洋人基本规于处类 在青少的时候 他们有科西带 少动物 不会跪 前龙王这说的 这条龙出过来 不会说话 光是一点头 头往下一口那一字 仅听教会 水面上 一单 尼龙 在此修炼 亦有七千余年 是不是啊 我在不远处 前唐江 射一刀闸 刀闸 在这水里 射一道闸口 这闸最底 就是一把刀 这刀闸 在水底 开着缝 只有一根 头发丝大小 头发丝认气 你在此 再修炼个几百年 如果你能修炼的可大可小 能从这刀闸底下过去 我到时候 给你激功行善 我给你这机会 怎么激功行善 你得化成人呢 倒是给你这么一个机会 你现在 已经有双目了 这两只眼睛 可不同于别的龙眼 龙眼不是那个荔枝啊 不是那个龙眼 不同于别的龙眼 这双眼睛 由九天玄女 锻炼的这把宝剑所赐 远可差几千里 尽能洞察秋毫 你要好生 利用这一点 不可做恶事 就说你在这以后 再吃鱼虾米 这不行了 好生修炼 如若要动其念 千里之外 我做拔便可 取你性命 明白了 这一点头回身 翻到谁这边 火龙真人 来到千堂江头这 一到刀闸射下去 但是书要减短 今天这书可有可能来不及啊 再多说 后面我这情节太多 今天我得把机会说死 我得赶紧往那赶 你着急 把这刀闸射好之后 简单说 五百年过去 着急啊 五百年过去 这条生龙 挂脸可大可小 厚子那么细 又打这刀闸底下过 这书中暗表 你要打这也过 过不好了 修炼得不合格啊 你从这刀闸底下 一过 碰一下这刀闸 这刀闸又落下来 到时候伸手易处 你这个 几千年到了 就能废 修炼得不错 这这一过 一生风鸣 这刀闸 啪 用下一过 水打跑 一下从水里出来了 火龙真人高兴啊 用手一点这条楼 到半屏空中 围着火龙真人 就跳起来了 感谢了 就跟那个宠物的猫啊 蹭牙牙 哎呀 龙脑子在火龙真上 嘎上窝 你现在修炼成了 一抬这龙下颗 打着嘴里边 吐出这么一个 里子大的一颗丹呢 什么呀 就昨天说的 跟平和哥那样 一颗龙丹 也是猪红色 往手里一吞 他这丹一出来 这活着可就出了这个 躯起了 半旋空一旋 拿着躯起 钻出龙鸡的 往那盒里边 他们一扔 掐绝念中 驱来一座大山 往这一压 后来这地名叫佛龙滩 这座山 把这条龙的 去底压得 粉粉碎 这龙那活着 他半屏空中看着 尴尬我 我修炼几千年 好不容易 我能打着刀渣底下过去了 现在好 你把这个我压碎了 以后我上去待着去 火龙真人 女头一看明白了 一看这表情 这扎 纯表情不一天 这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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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一块 你也处 怎么 当神仙 这么小气 一根绳子都舍不得 这不就一根草生炼的呢 这躯起乃身败之物 带你这活 我找一个地方让你投胎 躯起乃身败之物 几乎不死 不要去 忍不 精神的 起乎在我们心中 这有废话说死我了 带着这个龙丹 游打河边过 后面是龙影 在后面 念着一念打 后面随着 你去哪儿这个 你说给我找一口巨褥 找地儿让我投胎 来到起乃龙下游这地方 有这么一处 靠着这个河边 有小村子 村子里边有农人 起得都早 河边有一个小姑娘 十六岁 正在那儿洗衣服 天还麻麻亮 还没亮 正在东方四辆飞辆鬼刺牙那样 河边 中手一指 看见这姑娘 这龙颠得不惨 怎么样 偷胎到他股子里边 上文书我说过 这个胎上老君 这个偷胎欲语 有感而运 你可笑谎 胎上老君 偷胎俯媚 一来 不脏他的发生 二来 将来你有一段姻缘 有一好趣 因为他是此处一个孝女 这可不是一般的孝女 十世的孝女 往上倒十倍 他偷胎十次 全是孝人规律 就这么大的阴工 让你偷到他部 十世 那还了的吗 我听说那会儿 当初我学这个 谭三弦 我们那个 谭三弦那老师 跟我说 我孩子好好学 学弦不是这么容易的事 过去有这老话 七室为人 始作音乐 就说什么呢 你头七辈都是人 你这辈子才有可能 学弹箭 我说我不光会弹箭 二胡我也会 二七十四 笛子我也会 三七二一 胡思八五我也会 五七三十五 这我三十五辈 说下就不应用 说下上辈 不是这个事 成功的 快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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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取厌 算音乐 说这 一往上刀师傅 这是一小规徒 逃到他肚子 拿这龙丹 一道金光 逃到他肚子 这颗丹 可就入到 这个姑娘宿内了 他这天刚亮了 有农生 扛着锄头 下地干活的 就唱了紧 去安靡和思 就扛着锄头 下地 立楼上 就看河边的 一道金光 玩弱 打了一弯 怎么回事 这大青天 这眼看出态 天上一块云彩没有 这咋打雷了 都跑到这看了 三三两两 接着半 到河边一看 呦 这不是老胡家那姑娘 这姑娘姓胡 字表秀春 胡秀春 胡姑娘 你看这不是老胡家那姑娘 哎呀怎么了 在河边躺着 有好心事过来 哎呀 这怎么回事 谈狗两个出一下 就喷醒了 吃个炒肝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是 姑娘你怎么了 我说 你男人瘦 哦 难瘦啊 你看这就别出来干了 活烂烂洗衣服干干干去 这个端着喷 我坐着掺起来 过去哪里 说我啊 说我空山演义啊 说我哪吒啊 哈哈哈哈 然后宽敞 这个大伤 别老心事 少干的 我孩子够不错的 哪找这么孝顺的孩子去 说两句 大伙走了 丢大这儿齐 看着我这也有怀胎的事 全都让他们跟我说了 无论一干最后一场就在这儿 这我开一场 我想过怎么说的 后边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这我最后一场就得顾起来 怀胎有孕 肚子可都大起来 没结婚 没嫁出去 连骗底都没有 说给哪家的 你能定下来 没有 放小定 到天津那儿落叉子 鹅巴刀过龙鹏大铁 一概没有 这姑娘肚子大起来 家里这个老胡先生 书里没有名字 我不能给鼓起名老胡先生 老胡 老胡跟这个老伴审个事 过去这个妇女没有地位 孝顺教终审个事 审个事 趁这老伴一伤 姑娘这次 你看那肚子 仿佛大个奇异 这时候怀孕了 最近这个饭两年见大了 老是辣 这套龙是母的 老是辣的 再还是说 孝顺大爷 这姑姑 怀孙还是个母胎 她得问 那种姑娘怎么回事 这会儿怀孕她有多 无忧恶月 这姑娘叫过来 姑娘到底怎么着 跟爹娘说一说 谁家 不知道 太喇叭了 这事儿能不记着吗 你这儿 她说太多了 你查不上帐 哎呀 见条我就家里边待着 我上去去 外边流言废语 算了 家里边 亲爹亲妈都不行了 那我还活上去 死就算了 别别别动这念头 好好养着 好好养着 不管怎么说 这十条性质 这事儿不是怀孕的 找代表看呗 请郎公 家里边一身坐 我也太愚运了 古老先生这契约 这话说行 自己家里说行 你外人说出来 你要有那懂行的代表 先问今儿子 姑娘多大 许人家呢 没有 只要说出这没有了 没许人家好 要会看呗代表 能摸水其脉 这姑娘啊 能这个 皮 吃多了 村粉 开点健美消食的鱼子皮 等早 什么的 江中健美消食片 开点热 吃点的 打一打就好 吃起呢 那打得下去吗 吃橘子皮打开 没听说过呢 有那懂行的 他人不说 一文没学的 练乎 皮筋 就是气毒 怎么着 就说 找一个 有那不懂行的 羽儿 一扎屁的 瞅瞅 你家说那名一下 你这是邓前报告 你小孩 像话 给轰出去 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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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有人念叨 不翻这个 难受 一来二去 这村里边 就穿开了 老胡姐 这闺女 等等 被婚先认 中国人 这也特别 上面 复杂说过 好大堆 他有一个好传心 这个很讨厌 现在 这有一个名词 叫八卦 这个好像是从港台那边传过来 我不知道被人那么叫 管这个了解名人的一些个奇闻异事 这叫八卦 这个八卦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里边 这个龟宝这么一块 到他们就改了这些 穿弦画 就叫八卦 错了穿 我就讨厌着穿弦画 我咱也有 你看谁啊 天气闺女长得一张像 跟高峰一样 管人家 你说这样 穿弦画 不能瞎穿 一穿十 十穿百 穿来穿去 穿到这个老两口的儿子那边 听话说了 安逸了 好生的男性 简而言之 十月怀胎 眼看这天要分两个 肚子大 比一般的怀胎 那个孕妇肚子都大 躺在房上 哎哟哎哟 难受 你别难受 想吃凉什么 我吃凉粉 多大 吃凉粉 你人味人味 给熬凉粉去 是不是给熬凉粉 凉粉在锅里边熬着 三下凉粉 凉不凉什么 不凉会叫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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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是熬着 跟老太太过来了 别熬了 这是要生的 赶紧 请稳婆 找接生婆 接生婆 过去这个不是那么好干的 我一看这个电视剧 反映这方面题材的这个作品呢 一到这个接生婆 有接生婆进来 就一件事 干什么呢 就是一盆 拿一毛巾不断的拧 往这脑盆上一拧 接生博干的活 这不对 生孩子不拿脑盆生气了 跟他讲进来 过去接生博不好干在什么地方 早些接生博进来 看这孩子能不能生出来 看女儿外胯 就看这胯骨头了 说这胯能分开多少 看这孩子能不能是顺产 为什么咱说有这女性的臀部丰满 能生儿子这个不是谣吞 只是说如果胯开的比较大的话 生孩子比较方便 进来一看 比如一胎多少 胎一指 这别生啊 现在别使劲 他得告诉这姑娘哪是使劲 全身放松 哪是放松 胳膊放松 现在身上肚子放松 腰放松 他告诉你哪是放松 哪是使劲 这准备使劲 一看这 开两指了 行了准备 准备放松啊 别放松 别紧张 别紧张 开三指了 生 使劲 叫不敢说 说书什么都得吃的 这要吵了 行的 这稳婆进来 一头一看 这话开了多少 为什么讲这 这有用 开了四指了 生不下来 大动家远不得出汗了 哎呀 这稳婆一看 我得我天 我在咱们村 接生这么些年 我没见过这情况 我出一好主意 什么主意 赶紧 门口祷告 我一天 苍天祈祷 这叫什么主意 那些都是信这呗 赶紧 门口这儿 上了太子门口一跪 老天爷保佑啊 老天爷保佑 你这个老天爷 各管一摊都管不了 那么不关 生孩子就是老天爷 老天爷以前忙的事太多了 孩子生下来是着急 给这老胡急的呀 这不要命 一尸两命 度六孩子 这可怎么办 这让想着 就听门口啊 有人那儿腰 腰 腰什么呀 治病 专治一大杂胜 专治怪胎 这不太太 有酒瓶子我买 哈哈哈哈 收破烂就在那儿叫了 赶紧这老胡 有打个屋里出来 一看门口 过着这么一个道姑 那女的修行了 修道道姑 你看这道姑长得模样 哎呦 天呦 这模样太寒了 去黑去黑的皮肚 红身上下穿一件黑道袍 蹭着油拉花 腰里进了丝滔 进了疙瘩 向着街头断在街上 街上再断 也不知街了多少回 底下的裤子 也蹭着 正光骂亮 脚底下穿着一双绳盘 怎么叫绳盘 拿绳编的那个鞋 拿着包头上的后包跟 鞋后破的 这时候拿着这么一个 猪肝 猪肝上挑一副帘 写专治疑难杂照 上五年间那个字啊 咱也不知道怎么写 这时候拿着一个月灵 月灵打了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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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着这边啊 腰板 再一看脸上 这模样的好家伙 去飞一张脸啊 一脸的这个皱纹 这脸形倒挺好看 瓜子脸 长道了 到晚 下边 上边宅 这俩大人呆 我一个叫翟伯强的你们 比他那年代大三倍 低着下眼皮出来 倒一杯酒不再啥了 就这么大人呆 上眼皮厚长 这上眼皮长到什么程度 当初有一个老先生叫谢瑞之 说谢瑞之 他那老子长大长眼皮 有照片啊 就能关上了 底下大人呆上大长眼皮 中间看不见一人 你跟 师妹啊 不知道他看见是看不见 师妹啊 这是要吗 老婆赶紧的营兽 哎呦 这这位这位仙姑请了 啊 请了请了 我们这家里边有男产子啊 带我去看 说的话 这仙姑跟着就进来了 刚一进屋 我婆出来 那闺女彻底了 厌弃了 去世了 不在 没了 没有 先说不放 闺女死在螺蛳瓣上 你听说闺女怎么着 背过气去了 拿着手机探明心 口鼻冰凉 哎呦 我这鬼妖 老姑趴在床上就哭啊 有街坊邻女人来过来帮忙 神呐 想一看 哎 可怜的 这孩子 整家里还能死 那时候哭 大伙这儿都哭 那道姑我在后边站着 穿着人家看着 眼皮太长看见 哼 冷笑的那一声 老姑什么一听怎么笑的 气了 硬扭头 哎 我说 您这位怎么这样 您还有人想 我们这闺女刚死 您这乐着 你怎么知道死了 你把我请进来 不问我 我这人怎么治 你在那哭 这是正事 哦 对对对 你看看看我这糊涂脑子 赶紧 你请过来 你得看 好说 好说 得说 先不过来 到在肚子里边一看 好一条顽龙 这蓝皮 怎么了 攥着娘肠子不放 你过来 这个孩子怎么伸下来 这小孩的手 这 sliced着娘肠子 哎 还轰卖啊 你我那 이런事 哈哈哈哈哈 嘉 tamanho是 做完攥著张子 哎 march 咋 砥著娘肠子 哎呀 说这个话,意义惊人呐 这个村里面所有人全都摘着了 算是娘肠子,她能看着 这怎么看着,我不知道,议论纷纷 哎呦,这个仙姑,有发质吗? 说实话,尤打在头发里面拔出一根金针子 照着肚子的摸,也不是摸着 摸摸着,拿着针往下,出一出,就听我哗一声 这孩子哭出来,哭哭落地,这孩子生下来了 哎呦,这怎么生气呢,没事,扎虎口上 他们坐着娘肠子,这一针线,整扎虎口上,一撒走孩子 出来,哎呀,赶紧的,白酒,白酒,家里没有好菜 这家穷人,做点菜,蒸锅吧,贴点小鱼,快快快 天天就吃,管怎么吃吧 老虎已经糊涂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大酒 老虎就大油,打完酒了,陪着坐着 哎呀,我可谢谢您 怎么,您救我这两条性命 连我们闺女带我们这个外孙女 一下子夏生生女孩 连带着外孙女生的 这个先姑,我想请问您一件事情 啊,什么事情,您讲吧 嗯,讲这个,这个 您相乡何处 这个,反号怎么称呼 先姑一白首 您问这个干什么 您说我得知道啊,您住哪儿,您叫什么 将来有朝一日,我们家但凡有点,什么 我们把这个家财了,我们趁点啥了 到您那儿去,我们暴打您 您是住哪,安贯寺院,您叫什么法号 我们好打听 你来说,出家人虚无敬所 深山老林也可修炼 旷野荒郊也可存身 事情繁华,我们也得来 有道是小修在深山 大修在世间 这几句话给老婆说了 罢了,一条大门哥,这叫真神仙 人们没准祝福 您这法号怎么称呼 您得有个名字 我们得知道您叫什么 问这个就多余了,为什么 这名字只不过是一个带号 李康主,您可以再给予你 我也可以 把这个带号拿出去 我又是谁 老胡你白说 不知道 您是谁啊 这么说,老胡先生 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个问题困 这孩子到底是谁 是啊 您说这孩子,您听我解释一下 这孩子是谁呢 这事先得从人和宇宙之间的关系上 我和宇宙之间必然的联系 是我选择了世界还是世界选择了 过去的时间在达宇宙之外 好 好,呼吁白手,够了 我很喜欢这段 说的话,这功夫 这球打来了 菜也没上来了 这菜准备上来了 贴鱼 贴鱼 熬鱼 还其实我说错 这样说,赶紧,靠着七里容 七里容进吧,赶紧打晕 出家人,我得吃素 好好好,赶紧翻课 快快快快 素酒 素酒啊,这酒喝不醉 素酒 素菜 素摘 贤姑一白手,你送 开上开上 贤姑也不客气 到处就喝酒 给副菜吃菜 吃酒租饭 站起身来 照这孩子嘴边上 一伸手 拿着两个手指头一秤 这孩子可以 开 说一声开着孩子一张 红光光线 啪一下 牛打着嘴里边吐出一颗猪子来 这颗猪子可不大 刚才咱说跟李子这么大 现在可没那么大 多大 有一黄豆粒怎么大 一颗小猪子 一伸手 拿过来往自己嘴里 趴着一放 拿着手一葫芦 再从嘴里掏出来一样 可就不是那么大 一颗小猪子 也是红的 多大个 您现在都玩过那保龄球呗 那么大个 多大个 一颗大魔王 神仙嘛 这什么事办不到 头上被尖针 拔下来 照这颗球上 本 一时扎着七个孤子 拿上去 接我来 怎么着 我集齐这七个 我能许一个月 哈哈哈哈哈哈 集齐过来 不是 怎么回事 你把这东西留住 你那时候有装你的 泥土吗 把它搁到泥土里 把它盖住 将来这孩子长大 有一番劫难 到那时候 这个东西可有用 有什么用 要什么有什么 还这句话 要什么有什么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好好好 多谢仙姑 刚说完这句话 忽悠一下 眼前这仙姑 没了 冷血了 不知道 这叫真神仙 哎呀 赶紧把这东西放好了 过来看这孩子 一看这孩子 长得还挺精致 比一般孩子都大 起一个名字叫什么 姓胡啊 起一个名字叫胡飞龙 这小姑娘到飞龙去 丁长得到七八岁了 这七八年就过去了 跟着学坊里边念书 念书这孩子什么都有 这孩子太宗了 胡飞龙念书 老师教什么 学的快 什么东西 过目 不忘了 英识胖 过目成诵 你拿我去 堂堂堂 我这辈子 你说是霸山表 你说是菜单 你说顶得多 没什么零的 他一块念书的 有好学生也有坏学生 有这么一个家里有钱 富二代 叫鸡 真不容易 十代四十的 才说到这儿 我真不急 叫鸡 叫人叫鸡雪峰 字是谁 我师哥 有全力就是鸡雪峰 家里富二代 趁钱 功课做什么 有什么功课 找上胡飞龙 哎 你给我坐坐吧 姐姐 坐坐 收费 多给钱 坐 让老师哥 你还唱 死心 要不你没骂 你说这话 胡飞龙蹭一点急 怎么了 大家想听村里人说话 自己有娘没爹 自己不是不明白这道理 你再说一遍 说说说说说说说玩 说玩 你这些 你都 哎呀上哪儿了 上哪儿 你看 你刚才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正在这个时候 这个 挺鸡这小子呀 我们俩相好的 一姓鱼一姓许 一男一女后来这俩人口子 这俩过来呢 平常帮着 帮着小鸡打架 小鸡一看帮手来了 说说怎么着 你没爸爸 指着鼻子骂一句 你没爸爸 胡飞龙 傻 蹭就一圈 打着小鸡满脸 逃房台 八颗鸭吊丝尔曼 你说怎么吊的 八颗鸭吊丝尔曼 这都吊什么 喷一圈 你别看他打完了 他不出息 胡飞龙女孩 哇一声就哭了 我头从学房跑到家里 到家里边问他母亲 你啊我问您件事 你看没到下学点 你怎么回来了 什么事你问呢 我爹是谁 你说这话 胡秀春 他这个母亲 眼跟着下来 你问我呀 我问谁呢 我但凡知道我手上不鞋钱活挂 我连忘门挂我都算不上 忘门挂 没过门的爷们死了 这叫忘门挂 我连忘门挂我都不够了 我嫁没人要 带着你 你现在问我你爹是谁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您得有个说法 唉 说出来 我就怕你不信 没事 不说 你仿效太上老君投胎 哎 我是有感而运 我这么大道吗 这么大道吗 当初有一神仙 我迷迷糊糊就觉得 一道金光进我肚子里 就把你生下来了 这么回事 哦哦哦 好好好 那那 行行行行 有说法就行 胡飞龙扭头围着 找着季月风 嘿 你给我过来 小金无聊 啊 哈哈哈哈 什么事 一生辣粥啊 等他 什么事 你说 我告诉你 我不是没爸 当年我娘是有感而运 仿效太上老君 嘿 春涌 我还没话打你一铲膀呢 哈哈哈 仿效太上老君 我是龙 我哑巴 哈哈哈哈 你龙啊 我不信 同学跟喜欢的不信 不信 还在这哭 回去跟母亲说 同学们不信 转过天来早晨 再找的母亲 没有了 留了一封绝笔信 绝笔信 落款这写上 秀春绝笔 这两字不能随便写 我跟高峰借点钱 借条上就写上 借款多少多少 什么什么时候还 利息多少 借款人郭可明 借款人郭可明 他敢借给我 大家财政他 大全不在他手里 在四宝手里算 什么 带着他 说你 哎 哈哈哈哈哈哈 接着说 留这么一封绝理性 大人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说呀 如若早死 如不得生 如若不死 如意不能为人 就说呢 我要早死就没有理了 我要再不死你就不能当人了 如有仙根好生修炼 防护泥土内有宝物 及时可取之 你有急用的时候 到防护泥土里面 你找这颗珠子 这胡飞龙 拿这东西到河边找啊 你要去哪儿了 到河边一看 当年在哪儿 拐泥土在哪儿 投河 投河 这尸体可找不着 怎么 这有这个 咱说民子之间 有这种心灵感应 村里人呢 有这些方法找 河边哪有啊 投河 投河不太多得扶上来 没有 不非容易着急 自己蹦跪 您别忘了 他是龙马 本身就跪水 一下水缩 一下子 他又来了 全都躲开 一直到水底 你别看他在水里 能睁开眼 到水里 看这公公母亲在这身上 穿着一块大石头 我说怎么扶起来 到时候可是绳子解开了 我这母亲是一扛油打水里出来 回到家里边 到房户 迷途里去 这颗珠子 等他看到这珠子的时候 这小孩的脸上 可就跟平常不一样了 看了半场 没说话 说了一句 这是我的呀 这东西是我的 上面有这么七个窟窿 手指着往里头一挤 这处进去后 就不是这么大 这整个手就全伸进去 这窟窟窟窟窟的移障 都打里边往里一挞 小帽 再掏 这个 哭嗓棒 再掏 笑袍 笑袋 你还笑鞋奔上去 喝 再掏 香辣芝麻 又掏出点银子来 要什么有什么 掏来掏去 掏最后 一伸手 要什么有什么 掏出一把什么来 刀 拿着刀出来 那意思要干什么 心里话说呀 现在我要什么有什么 我找鸡雪峰报仇去 哈哈哈 鸡雪峰大呼人家 家里边那有的是保镖 第一次当笨的鸡雪峰看的家 要问鸡雪峰性命如何 那么下回再播